為了風景疫情越來越嚴重 全國對政府單位一直到每一位民眾都非常緊張 所以中華市公司在市区裡面 既來的地方設立消毒藥化紅店 另外也請既來為立長幫忙坐著消毒藥 給民眾來客 希望可以讓風藥清理社會每一天 中華市辦安立立長讓部屋門口 獲得兩大堂的消毒藥要給民眾來出用 立長高齡秀助標誌 讓立長也可以讓消毒藥實實比較好 對風藥也更專明 我們以前工作就是叫我們消毒這個路邊 我覺得防疫情30年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這樣處理 每一家都消毒可以消毒得對 讓他們慢慢把家具、門檻都這樣擦擦 達到效果可能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以防以前民國92年的30年的方法 我們這樣保留立民 家家服務每個都服務到 中華市長林審很表示 不像市公所在很多位設立發紅店 但是必須也是優惡 感謝立長的配合 讓大家更安心 我們非常感謝高齡秀助理長 我們照顧我們照顧我們立民 讓大家都可以健康 讓大家都遠離這一次的武漢會員 讓我們中華和萬安立 大家立民都可以健康平安 中華市公所部長在公所門口 也能讓民眾自己來領用以外 請到日本部 大特派出所大門口 七棟連哈利辦公室 也都有消毒化紅店 民眾可以自己坐都領處 新中華新聞立民 宏忠華 蔡宏伯德 好